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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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青年的虚声 后语团队坦然面对 但也被外界解读 这是蓝白河的分手擂台 因为科粉无法接受国民党 但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却爆料 朱立伦和柯文哲早讲好蓝白两阵营 11月只会共推一组人 我们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 主席跟市长您有没有沟通过呢 对现阶段执政有很多意见的声音 我们会凝聚更多的力量 大家一起团结 连韩两次团结 希望菲律阵营一起合作 毕竟理念相近的郭台铭 也出席凯道活动 还穿上白蹄 把毛巾挂脖子大走庶民风 甚至在台下跟学生闲话家常 被评为罪接地气的人 我跟郭董的沟通 在很多里面上是以外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团结 努力往前走 后遗生生患 就不知道郭台铭何时会 会心转意 这个集会游行过后 接下来政坛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我先来请教一下阿淼 因为我发现今天 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 是吴子佳又爆料 这也不知道说什么也说假 吴子佳说根据他的情报 朱立伦跟柯文哲 都已经说好 已经连上线了 朱立伦私底下讲 11月20号前再来搞蓝白盒 还来得及 11月20号就是 这个总统的这个 中选会登记的日期 他说11月20号 只会有一组人出来选 绝对不会有两组 那么就在我们节目 这个开播之前 刚才科办的发言人陈志涵 有出来说 没有这件事都是空穴来风 又没有跟朱立伦通上电话 不过阿淼怎么看 难道现在还有国民党的人士 对蓝白盒还曾有一些妄想吗 我觉得这个716的现场 证明了小丽媛欣欣 是来自日本的神预言 因为他讲说蓝白盒 不是单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那有很多支持科的年轻人 是无法接受国民党 昨天那一场完全表现出来了 完全呈现出来嘛 支持科的年轻人对喉友一须 给他倒战给他割喉战嘛 那所以首先第一个谈蓝白盒 我想蓝白必须要面临一个现实 不是单纯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 这么简单 你有可能合了之后 一加一反而小于二 那我要看蓝白盒要怎么合 才会一加一大于二 其实唯一的合法是必须科当正的 这些科粉才会接受 如果说是这个科去配付的 哇那这些年轻科粉 就会给国民党 需给国民党倒战 他没办法接受 干涉不去投嘛 那可是科当正正的可能性 目前已经被金小刀说零 可能性零 金小刀说科后配百分之一百不可能 但是他是没有讲说科郭配不可能 或是郭科配不可能 那你看朱立伦讲的东西 他讲说什么 我们什么都可能 再搭配你观察 吴子嘉所讲这个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蓝营内部 过去大家是讨论郭侯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要再进一步来看 金小刀跟朱立伦有没有问题 之前侯是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有讲 他说本来他要找王金平当主委 后来王金平说不要 那后来有人叫他找朱立伦 可是是侯友宜自己决定要找金小刀 哇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侯友宜不叫朱立伦 朱立伦是党主席 他有党权 他有一整个党的机器 如果党主席来当他的主委 不是党跟候选的合一是最好吗 他不要 他说找金小刀 而且金小刀出来 现在立刻对于蓝白之间 马上跟朱立伦完全不同掉 那加上吴子嘉这个 你说陈志涵出来否认吴子嘉 代表吴子嘉讲的不是事实吗 我觉得也未必啦 也未必啦 因为第一 柯文哲的手机又不在陈志涵那里 那陈志涵说我帮柯文哲 接受了电话回溯的讯息吗 也没有啊 可是阿苗对不起打断你 吴子嘉不是上礼拜才说 陈志涵那个是柯文哲放狗咬人 所以我说这两个人之间 谁讲的真假 我不评论 这两个人谁讲的真假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接柯文哲的手机啊 我也没看他讯息啊 柯文哲不是说什么 他的line有五万多条讯息 其中怎么不一定有朱立伦传来的啊 谁知道对不对 那可是你看吴子嘉在那边讲说 这个还来得及啊 什么一组人出来选啊 不会两组 民众党还有讲什么 他说绝不可能合 有这样讲吗 没有 他只有说目前没有接到朱立伦电话 现在民众党柯文哲叫做代价而沽 是侯友宜才有老三问题嘛 对不对 那柯文哲他当然姿态要高一点 我民调第二名 为什么要去跟你配你第三名 你是为什么要当你副手 你是第三人 应该是你要来配我啊 其实现在是代价而顾这状态啦 只是昨天你看到说 大家谈蓝白和谈得这么高兴 我们分析那么多 可是你从昨天716 你真的要看出一点 就是说大家是真心合还是各怀鬼胎啊 你各怀鬼胎的时候就算你有一个真正非常好的大义名分 你的能量还是出不来啊 昨天我就讲这场很像是什么 蓝白之间本来讲好说 我们要办一个宴会 一人一菜 把宴会办得很澎湃 然后让民进党吓死 结果呢到场之后呢 哇每个人袋子打开 哇都是白饭 大家都只带了白饭 现场有很多的白饭 可是没有菜 就是这样的状况 才让昨天这个会歪楼掉 我不是说这个理念不好 理念诉求非常好 可是最后之所以会歪楼到变成选举造势场合 是第一 蓝没有动员嘛 侯仪想说 我看看你柯文哲到底有多少实力 所以我去站在你的台子上 但我不动员 柯文哲想的是什么 柯文哲想的是说 欸很好啊 有人免费帮我办一场造势大会 我一毛钱都不用出 我人到就好了 所以柯也没有 他只有在网路上面 他的实力本来存在网路上嘛 主办方他本来想的是说 我要用这个居住正义 司法正义的大义名分 把全国超过百万关心 这个议题的民众都召集来这边 哇可是他没想到 他的活动流程安排 这些邀请安排 让很多人反而是心生疑虑 觉得说我不知道这个活动 是不是一个政治造势活动 因此迟疑了 没有去参加 所以在这三方各自有算盘的情况下 反而你的量能 是没有真正呈现 那蓝白盒会不会到最后 就算真的如同朱立伦所讲 我们什么都可能 朱立伦说 哇我租大厨来办一个很豐盛 整个桥好之后 会不会到时候 大家又每个人都只带白饭 会不会柯文哲想说 我不用出钱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国民党来帮我抬教 然后国民党想说 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要出钱 然后我也没有要抬教 我就等着柯文哲把年轻选票 带给国民党的小鸡 结果两边各自都不动 和起来之后 会不会冒合还是神离 那到时候是不是真的会落入 像小力元猩猩讲的 不是单纯1加1等于2 也许1加1会小于2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对现在各怀鬼胎的 会不会这个金浦聪跟朱立伦 手法也不同 以真远我们来看 因为金浦聪7月13号的时候受访 他是说柯侯佩百分之百不可能 可是7月16号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这样讲 我们什么都可能啊 只要团结最大可能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而至于最新有关于吴子佳的爆料 目前出来驳斥的 我们看到是柯振颖的人嘛 那国民党这边还没有听到有相关的这个 那个延伸的论述 这个医生议员怎么看 11月20号就一组人出来选 那一组人到底是侯友宜 还是柯文哲 还是两个人真的合起来呢 议员 先讲一下吴子佳董事长这个 上周的时候蔡壁如 大家总知道她是柯市长的心腹 她有说的确就是民进党 跟国民党有一些联系 但是谈了什么也还不知道 所以如果是依据蔡壁如说法 的话有联系 但是谈了什么 大家目前还没有揭晓 那现在呢就是朱立伦讲说 我们什么都可能 他其实是要保持在野的一些合作空间 你看吴友宜不管问他一些什么批评科 批评郭 他有批评他们什么吗 其实都没有很凶 他顶多只是妙达巧达几句 但是他都没有把脸整个撕破 意思就是说 其实现在希望政党轮替的民众高达了六成二 而支持蓝营的支持者 尽管侯友宜现在民调是比较低迷的 但是大家都希望说这几组候选人 到底有没有可能排列组合推出一组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走 所以我们最希望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合作空间 那现在离明年的1月13号 的确还是有些时间 那你在合作空间的时候 你也总是要有些谈判啊 有人比较前面也比较后面 所以金浦聪执行长他讲的话 柯侯佩是百分之百不可能 你要谈判你要合作之前 你总是要画一个底线 所以我们先把底线说明白了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些相互的一些讨论 那另外呢他也有说 那有人问说那侯柯佩呢 执行长他说了 如果柯文哲不在场的话 你讲侯柯佩那当然也是不尊重 这个话其实很明显 我们都没有把话说得很死 就是希望未来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个合作空间 总统也要选立委也要选 那至于郭台铭董事长 他到底要不要宣布参选 其实就真的是在一面之间 那我要说的是六七月 现在的确是选情最混沌 如果大家回忆到之前几场的总统大选 的确也是在这段时间 那个选情是最混沌 最不明朗 然后大家纷纷扰扰的时候 那我认为呢 七二三的确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 一个大型的活动 昨天民进党拳代会 接下来是我们国民党的拳代会 那希望七二三之后呢 大家能够更脚步一致的往前走 刚才稍微点到郭台铭的部分 这一趟我们稍后再来讲 我要先请教这个美美姐的事 因为这个听宜甄议员 宜甄议员现在也是侯伴的发言人 这样听起来 其实是对蓝白河有一些寄望的 是有期待的 这感觉跟柯正颖的态度 其实两边感觉 对于这个期望值是有差的 我先讲南白河可能嘛 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那甚至于是已经到 他快变骷髅了 昨天被科粉虚杀 才来就是侯市长 对嘛 那就已经是个名震了 我先说 以朱丽敏的角色来讲 他就说什么都有可能 他当然要这样讲话 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曾招侯语言说 他说地段党内整合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不是说那个 什么蓝银整合 那接下来就是所谓非绿的整合 所以当然要说什么都有可能 问题放在现实里头 可能吗 我再问一次可能吗 你找柯文哲来 好 侯柯配吗 柯文哲说 我在插你 我第二名 你在吃老三便当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个人最喜欢 以小国大 好不好 我怎么可能当你的老二 好 我要当你的老二 那你给我什么 国民党有钱吗 去并购吗 人家郭董还可以喊很大声说 我要并购 柯文哲还虚情价说 我最怕接到郭台北电话 我怕他说要并购 其实心里我看想得要命 如果心里头很反感的话 绝对是以他那种脸 一定是讲话讲得很难听回绝了 所以你国民党 你凭什么让柯文哲来当你的老二 你拿什么给人家 没有 对不对 人家现在民调这么高 人家民调比你高 你的小鸡还跟人家眉来眼去 对不对 人家随便糊弄一下说 要打个什么恐吓牌 我个去要推人 小鸡都怕得要命 我就觉得好笑 我如果是金普聪 我就耗枕影响 我看你到9月份 11月份的时候 我看你能推出几只小鸡出来 又有困难嘛 但是朱立伦讲这场面话 现实上非常困难 金普聪他讲 他摆明了嘛 那难道侯友宜去当小的吗 那怎么可能呢 国民党是百年大党 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请问你朱立伦 要不要成为国民党的罪人 你一个柯文哲 只有空气票 没有入军的柯文哲 连要推力为候选出来 都有问你的柯文哲 你让给他当大的 你当小的 说不过去吧 当初的连宋佩 宋楚瑜民调远高于连战 宋楚瑜是当副首 所以再怎么样 你说要变成柯侯佩 不可能 所以金普聪就讲的实话 出来了嘛 好 那接下来就看了 那什么比较有可能 还有我认为 所以吴子佳说 整合成一组 我只能跟你说 南北就没法整合成一组 你怎么整合成一组 可是我必须要讲 请注意看郭台铭的动态 我为什么这样讲 郭台铭好整理家 对不对 好 一个金铭的生意人 他会怎么想 我如果要投资 我也要怎么样 最小的成本 拿到最大的利益 他公开说 要并购民众党 对不对 因为之前 柯文哲才没 嗨嗨叫说 我不排除退选 郭台铭好通气 隔两天就说 我不排除 我要购并民众党 我觉得他是回应给柯文哲 那柯文哲在那边说 哎哟 我好怕接到郭台铭电话 怕他说我要 他要并购民众党 讲得笑嘻嘻的 心里头他在讲什么 我认为他是讲个SOS 就是说 郭董啊 价码高一点 要买啊 价码高一点 那郭董何董 金铭呢 我干嘛现在麻烟你啊 我就等着你叠价 现在绝对不是进场的好时机 为什么 他看准了 你一个政党 怎么可能头重脚轻 你一个柯文哲 看起来好像民调冲得高高的 可底下连路军都没有 那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结构 他民意变化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他完全建立在空气票上头 可是柯文哲最近失言不断 他只要不断犯错 他的价码一定往下跌 到时候在检进场不就好了 那有没有可能 有一说是说 郭台铭很抠啦 我也觉得说 他确实是应该是这样 然后他跟柯文哲最大困难是 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老大 两个人都觉得 都是有那种霸气 两个人要凑合在一起 有困难 但是郭台铭有超能力 好不好 超票的超 这个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是个变数 不能说不可能 那所以吴子佳会说 郭台铭八月份会访美 回来以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要持续来看这个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 就像小丽云星星所说的 一加一等于二吗 没有那么单纯 没那么单纯 我问你 当你又骂蓝又骂绿的时候 你蓝白河 这些群众受得了吗 好 你说郭柯佩 看起来 好像他们有一些粉重点 可是有一些粉也不能接受 更晃 郭台铭先生不客气的讲 也没有接到充分的检验 两个人心中色彩 因为他们明显 要选台湾的总统 没有问题吗 只是说 郭的变化是滚动的 但是我觉得 南白河是最不可能 三个 好 凑在一起 什么非绿阵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郭柯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 而柯文哲会如何 当然关乎到郭台铭动向 但是现阶段对金小道理 我最后一个推论就是 宁愿郭台铭现在撑住 只有郭台铭撑住 可以压制一下柯文哲 才不会侯友宜彻底被气保 那至少先阶段 先撒卡都把扯个平吧 到最后 因为国民党毕竟有入军 毕竟家大业大 述诸于正统 也许那个时候再让侯友宜看能不能突围 所以郭台铭现在是有点作用性的 那会如何 我认为郭董也不急着出牌 也许到九月份的时候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局势的变化 瞬息万变 现在听起来是国民党的朋友 还对蓝白河是有些期待的 不过先不讲蓝白河 或是有没有办法把郭董给整合进来 现在光是这个礼拜天要开全代会 让韩国瑜的外来 这个党内的人都没有办法拉拢 接下来这场仗要怎么打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请教吴珍 内容更关键 信息